请不客气 各位 到此为止吧 渤月姐姐 什么到此为止 哗恡国就在前头了呢 沐月 虽然他们已经进入华序 但我们也只差一步 别放弃 事情演变至今 你拖出我远先预想的重困 太多太多 能走到今日 真的很感激你们 但 够了 就到此为止 这是属于我华序国的战役 我自己面对 沐月 这是什么意思 沐月姑娘 为何突然这么见外 难不成 是仍然怀疑我 深怕我对登天仍有一心 你们一旦与我 进入华序国境 或许 就再也没有回到人间的机会 尤其是你 沐月 若演变至此 即使你的子民 该由谁守护 沐月姑娘 你的担忧也许会成真 进入华序国后 我将可能与人事有隔 但我想你应更加清楚 若不能阻止 贡公向流的计划 那么 不止是我大商子民 天下人 都难以幸免 我便是为了 子民的安危 为了守护子民而来 我想让大商的百姓 吃得好 过得好 若不能回来人间 最遗憾的 应该是不能亲口 向我阿父阿娘说着的历史 不过没关系 等成了星子后 我会很用力地保佑他们的 我的意思是 击退向流和公公后 我会在华序国里 远远地照看我阿父阿娘 和大商百姓 再说 那公公和向流的能力那么强大 只有沐月姐姐你一个人 要怎么对付他们 若能在他们抵达天灵之前 应该还来得及 阿巧说得是 沐月姑娘 你真有独立面对他们 且攻城身退的计谋 你担心我们这些同伴 我很是感激 但我们不需要 犹犹无谋的担忧 若我们留下 而你失败 你曾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 天下将成为炼狱 我们甚至无力再阻止 再来 我们也永远失去 你这位朋友 沐月 你说这是 属于华序国的战役 你要自己面对 但我与你同聚守闻 这场战 也是我的责任 凤大哥方才说得没错 这件事也关乎天下 不该只有华序国人背负 之前决地天通 华序国人 因为这天下牺牲太多 这次 应该是人要与天 一同面对 我希望你们 仔细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说过 要护你回家 只差一段路了 走吧 没有 我看不见 你能听不见 没有 你能听不见 我说你能听不见 这一段路了 我看不见 你让他 要知道 你能听不见 你能听不见 我看不见 你能听不见 你能听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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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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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